烟雾中火光稍纵即逝 连环爆炸 闪咽喷射 黎巴嫩贝鲁特南部跨夜遭遇 以色列空袭 CNN记者不只亲眼目睹 连线时还可以看到不远处 人口密集区刚被轰炸 大火还在延烧 以色列在下令撤离的三十分钟内 开始攻击彻夜五度狂轰 9月底与真主党开战 至今据传有两千多名黎巴嫩人死亡 9月才刚喊话要报复 以色列的真主党高层萨法丁 现在传出上周一起空袭过后 至今人下落不明 萨法丁是真主党领袖 纳斯拉勒的表弟 被认为是接班人的最有利人选 现在传出失联恐怕是凶多吉少 但以色列继续轻缴真主党 以色列公布在黎巴嫩南部 找到两百五十到三百公尺的真主党隧道 紧急灌水泥摧毁恐怖基础设施 但目标还不止真主党 连哈马斯领导阶层也没能逃过以色列的空袭 而黎巴嫩贝鲁特危机升温 各国公民紧急出逃 夜空中多架客机降落跑道 至少一起爆炸就发生在距离机场 仅2.5公里外的地点 逃离战火之路越来越艰辛 火光四射炸响黎巴嫩首都被鲁特夜空 以哈冲突满一周年前夕 战火越演越烈 周六以色列猛烈空袭被鲁特 市区接连传来爆炸巨响 烟雾笼罩高楼大厦真主党也迅速展开反击 以色列第三大城海发空袭警报大作 爆炸瞬间火滑四箭 一栋住宅大楼被真主党火箭袭击 建筑碎片波及夺两汽车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真主党这波空袭造成使人受伤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随后赶往以离边境视察 紧张局势一路攀升 以色列南部贝尔谢巴公车总站还发生枪击 地面血迹斑斑 警方研判可能是恐攻 一名妇人重担身亡 还有另外十人受伤 枪手是少数族裔贝都英人当场就被击毙 国际间对以色列的谴责再度涌上街头 法国巴黎以及德国柏林都出现示威潮 一边呼吁释放人质 一边要求夹萨停火 南半球也有抗议声浪 数千人高喊口号挥舞里巴嫩与巴勒斯坦国旗 根据加萨卫生部统计 战争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四万 即将借满一年的以哈冲突 依旧没有罢休 PBS新闻综合报道 示威者群情激愤向前推起冲突 一触即发 群众不断大喊狂拍警车 人群中还可以看到巴勒斯坦国旗 这里是意大利罗马 周末爆发反以色列大游行 罗马警察丢出催泪瓦斯 但人群依旧没有散去 就在加萨战争将满一年之际 这个周末全球各地到处可见挺拔示威 伦敦街头同样爆发冲突 没想到挺拔和挺蚁的示威者狭路相逢 两派人马隔空对杠 世卫群众将矛头指向美国 拿起美国国旗放火焚烧 不过美国并不是以色列唯一的武器供给国 根据统计法国去年向以色列运输的军事装备 价值高达3300万美元 面对西方国家可能停下的军援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显得非常不满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之下 伊朗外长阿拉奇到访叙利亚 同时表示针对加萨和黎巴嫩停火协议 又进行好的会谈 将继续促成停火 特别新闻总和报道 以色列士兵背着行囊 徒步前进 身边时不时传来爆炸声 一路从白昼 跋山涉水再到黑夜 直直朝黎巴嫩南部进攻 还秀出士兵的第一视角 暗夜中开着坦克的画面 一军声称周五在黎巴嫩南部 缴获大量武器 并击杀超过250名真主党成员 此外以色列更炸断黎巴嫩 通往叙利亚的主要通道 此举无疑是阻断逃亡路线 难民几乎无处可躲 无奈道路被炸断 难民细加带卷走在废墟之上 因为内战逃离家园的叙利亚难民 才逃到黎巴嫩 又再度被迫离开 我们从战场逃到 我们来到这里 战场开始 我们不知道 我们哪里会送到我们 根据黎巴嫩官方统计 过去两周有超过36万 黎巴嫩和叙利亚人 从被炸断的这条路逃离 来不及逃的民众 只能暂时到避难所 但环境令人堪忧 黎巴嫩多达900个避难所 统统爆满 许多人只能露宿街头 中东局势紧张 现在更传出 以色列可能随时会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为了报复伊朗 以色列到底会不会动手全球绷紧神经 TV新闻综合报道 这真的是战争电影 只差500公尺 离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国际机场 就被乙军的空袭击中 当时一架班机才刚刚落地 空中还有另外一架飞机在盘旋 幸好乘客都平安 乙军从周四晚间到周五凌晨 连续轰炸贝鲁特南郊 多达11次 原来目的是要斩首 建筑党可能的继任者 萨法丁 上周建筑党领袖纳斯拉勒死于乙军的空袭 他的表弟萨法丁继任护身高 两个人外形很相似 还被说是纳斯拉勒的印字 他主要负责真主党的财务投资 跟机密事务 只是真主党还没有正式宣布 谁继任领袖也还有还手的能力 以色列边境的摄影机被爆炸震撼如地震 正主党对以色列发射25枚火箭 同时乙军也在扩大地面行动 也不排除会反击伊朗的飞弹攻击 中东可能全面开战吗 美国总统拜登仍然有信心 外交努力能够阻止战火扩散 休闲中不老